蓋一蓋万一没钱了 那怎么办 那这也不是我们乐见的 我也不想在我主政的基隆市 居然发生 汇不出钱盖捷运这样子的一个窘境 我是说 我是真的把我们的苦水讲给他听 我是真的说 想盖捷运 但是怕财务真的会变成一个 我们的问题点 我们听到了 基隆市府对于基隆捷运 所表达的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在我们推动的 有一些细节上面 可能需要让市府了解 因为这是过去好几年 推动下来的一个成果 是说他现在听得懂 我们的问题了 那我觉得政治也理解到 这是一个合理的提出的问题 基隆市长谢国良 这一次接待交通部次长胡香林 贡商基隆捷运 特别准备基隆的甜点 连珍玉泥球 三期一号千层蛋糕 以及三兄弟豆花 来表达欢迎之意 陪同的还有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秘书长方定安 跟交通处长王振宏 等局处首长 双方会面的气氛融洽 会后市长也亲自说明会谈的两项结论 那第一个结论就是说 我们从现在开始 为了希望交通部要把我们的基隆的负担的部分 跟我们的这个责任的部分 要尽快的确定在综合规划 让它启程开始 所以我们会密集的跟他们开会 那我们也有满满的诚意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在这里面两个小时的讨论 都是大家很认真很务实的 在谈论很多细节的问题 那就我们会以两周围一个周期 会密集的开会 有必要的话我们就会加开 我们也希望说不要花太多时间 就能够把双方的一个合作的细节能够敲定 本府重申 我们是绝对很希望 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捷运盖起来 但是我又刚刚提到了 我们的捷运的负担的部分 很可能就随便就会超过 我们的举债上限 那万一我们盖一半 钱又不够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也请行政院 帮我们想一想办法 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 更长的一个财务周期 让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发展 这个捷运 因为它所产生的一个效益 包括说土地开发的效益 就是他们最近一直在谈的 也不是捷运盖好的那一天 它的效益就是最佳时期 所以我们更需要站在基隆的立场 长期的去这个好好的去 有能力去负担这一条捷运 那我也要特别提到 跟媒体朋友报告 他们也有认同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他们提的很多的案例 都是直辖市的案例 那他们也承认我们是第一个 非直辖市的一个城市 要来跟他们来谈论 并且负担这个目前的一个捷运的一个负担 而跟沿线的开发 那我们只能说 今天我们有达到了这两个共识 那以上是我们针对这个金融捷运 今天这两个小时会议下来的一个讨论 那这是第一个会议 但是不是唯一的会议 我们会以两周为周期 有必要的话会更密集 来跟他们继续讨论下去 那也希望随时都有新的进度 来跟各位媒体朋友 跟关心的市民朋友报告 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次会面交通部已经充分了解 基隆财政总困的状况 他也强调不希望让基隆捷运破局 更希望行政院与交通部 能够多给予基隆协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